哈喽大家好我是Tairo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要來跟大家導覽一下 就是我店裡面的飲料 在開始之前一定會有很多人跟我說 之前網路上站翻天呢 就是低消失一杯飲料這件事情 很多人會覺得說 所以在這邊告訴大家 如果你是不想喝飲料的人 那也沒關係 我們的話還是可以點 我之前介紹過的阿法奇朵 它是一個冰淇淋咖啡 或者你不能喝咖啡的人呢 我們還有優格碗這個選擇 反正呢我們的規定就是這樣子 你不想喝飲料 就吃這些東西 你也不想吃這些東西 那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接待你好 就先講 那麼我們今天呢 就會把所有我覺得 應該要介紹給你們的飲料 都介紹給你們 好首先第一杯是 綠茶 最最最 basic 就是綠茶呀 紅茶呀 美式咖啡 這三個呢 算是一個超級無敵基本盤 就是你真的就是不知道要點什麼 然後你也不想點一些 fancy 的東西 你今天就是想要 清清淡淡的配甜點 你希望今天的主角是甜點的人 那你就是點這個無糖綠茶 但是呢 因為我也知道很多來巫桐的人 其實你們是喜歡拍照的 所以呢 在容器的選擇上 我故意挑選了一個這個茶海 搭配一個這個小杯子 這也是店裡面就是玄武有販售的 那你點一杯綠茶或是紅茶的時候呢 你也不會覺得很無聊 那大家就可以拿起我們的這個茶海 然後倒一些茶 給自己喝 下一杯呢是伯爵夫人初戀冰茶 它算是我們的四大冰茶裡面就是 稍微比較少人點 因為它的味道是比較特別 它是莓果伯爵茶 那伯爵茶會有一個佛手乾的香氣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會喜歡伯爵茶的人 他就是要喝那個香氣 所以伯爵茶方面我們是泡的比較濃一點 讓大家可以真的喝到伯爵茶的香味 那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冰茶是一定要攪拌的 因為冰茶它下面這裡就是糖漿啊 果泥啊什麼的 所以如果你直接喝 你會喝到非常甜的一口 你這個先拍完照之後呢 你就可以攪拌 然後因為這一杯的設計其實就是 下面是莓果醬 然後跟莓果泥 然後有莓果的深色的感覺 然後慢慢漸層到這個伯爵茶的 半透明的茶色 雖然是同色系漸層 我自己其實覺得它是一個 拍起來很有質感的飲料 然後教大家一個小撇步 如果你要拍照 然後你要拍冰茶類 這種有點半透明的東西 你其實很適合用手機打一個燈 稍微有點背光 拍起來效果真好 我先來把它攪開 你拿上來的時候 你先把吸光往上抽 就是不要讓它在底下 稍微抽上來一點點 然後你先喝掉一勺口 你再做攪拌 你比較不會覺得 喔好滿喔 這樣很難攪拌 我自己覺得它的伯爵茶香味很濃 所以就是如果你喜歡伯爵茶的人 你真的可以點這一杯 然後因為它莓果的那個酸香味 就跟那個微微的甜味 它會把它的味道就是提上來 但它又不會太甜 它應該是四杯冰茶裡面最不甜的 下一杯 就是在上一支影片裡面 上一支那個菜單導覽影片裡面 被我攪嫌棄的飲料 我這邊都要鄭重聲明 我先跟你道歉 對不起 它叫做熱帶水果蜂蜜冰茶 因為呢 很多人看完影片以後 以為我討厭熱帶水果蜂蜜冰茶 我不知道我講的話 這麼有影響力耶 直接疊出榜外 就是我影片裡面講說 它一直在冠軍 我非常都不爽 然後它就摔出榜外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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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好喝 我再講一次 我覺得它好喝但無聊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來 然後每一個人同一桌 好像很多人都點它 我就會覺得好可惜 你們應該要多嘗試 我的意思其實是這個啦 所以呢 這個熱帶水果蜂蜜冰茶 它還是很好喝的 不是說你喝它就是錯的 NO 菜單上每一樣東西 你點了都沒有錯 我們會放在菜單裡面 就是它suppose要出現 因為這個味道呢 其實當初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預想到 它就是那種 要萬年丟多的款 比較大眾 對對對 就是大眾們會普遍接受的一個 就像白色 就像黑色這樣 就是大家比較會接受的東西 那麼它的味道很簡單 它裡面有什麼 蜂蜜 百香果 跟柳餐 對 是不是就是一個 你完全可以想像的味道 所以就是相對來講 很多人非常喜歡點這個 那麼呢 它其實味道就跟 我剛剛講完的那些 一樣 我沒有吧 我是不是一直在黑它 對啊 我沒有在黑它啦 我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要點什麼 你就點這個 不想喝咖啡 你也不想喝純茶 那你點這個 這樣子好不好 給不知道要點什麼的人喝 我覺得我沒有幫助到它 這樣總之 它是一杯好喝的飲料 你可以想像它是什麼味道 好巧 我要喝下一杯了 好 下一杯 是我們的藍寶堅尼 因為我們上一次影片 其實有提到我們幫這個藍寶堅尼命名 其實很簡單嘛 就是藍莓 跟 堅果 它是一杯長了極可愛的飲料 它上面就是很漂亮的藍紫色 下面是優格 因為我們店裡面的果息 只要你看到它叫優格果息 它原則上就是會 下半層是優格 上半層是果息 所以你就挑選你喜歡的水果 像例如 梅鳳有月是 梅果 鳳梨 然後 滿清八祈就是 巴勒奇異果 你去挑選你喜歡的味道 那像這個藍寶堅尼的話 它就是會有 藍莓香 跟 堅果香 所以它喝起來會有一點 微微像 甜點 然後上面有放鮮奶油 跟這個 梅果渣渣 然後裡面有那個奇異果肉 我們是為了 太有量啦 因為你看 牆壁上貼了一片這樣 小綠色 這很可愛 可以把那個奇異果 用那個吸管 把它搗一搗 這樣子你也可以喝到 奇異果的肉 堅果好好吃喔 因為裡面 堅果有的不會打碎 我們還會撒一點堅果 所以你會吃到堅果本人 我最喜歡這杯飲料 就是當我 喝了一口酸酸甜甜 濃郁的時候 然後那個堅果在嘴巴裡面 散開的味道 這個很好喝耶 而且它很飽 我都會跟客人說 如果你不想吃優格 又不想吃Vegos 這一杯很飽 你可以把它當餐點 對耶 你就點這個 因為那些說不想喝飲料的人 你點它 你真的不太會覺得它是飲料 它比較像 液態食物 如果醫生 你也告訴你 你去看牙醫 流脂食物 醫生跟你說 你只能吃流脂的食物 你就來悟同點優格果息 它真的就是流脂的食物 我們的介紹方向好奇怪喔 顏和總之我很推這個 可是這個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每天準備的水果量 都是有限的 所以就是建議大家 如果喜歡果息的人 太晚來也有可能會沒有 好好喝 這是我今天喝掉最多口的 啊然後裡面還有香蕉啦 重點想起來 就是一直在想說有一個順口的感覺是什麼 是香蕉 好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氣泡飲的部分了 氣泡飲的部分的話 我們店總共目前開發了六個口味 然後我現在第一個打頭陣這一杯 算是我平常比較少介紹的 香釉覆盆煤氣泡飲 因為我本身對於覆盆煤跟柚子沒有那麼熱愛 對 可是這一杯呢是 蠻多客人喝完這一杯之後的評價很高 我其實有追蹤霧桶的那個hashtag嘛 所以我其實都有去看大家的那個評價 這樣很多客人喜歡這一杯 那一樣這個美麗的漸層 拍完照之後這一層都是它 所以一樣記得要把它攪開 那如果你怕撒出來一樣就是先這樣 快速的用攪拌幫忙攪拌 因為我也一直覺得葡萄柚是苦的感覺 可是這個可能因為我們葡萄柚加太少了 它只會有輕輕的酸甜這樣子 然後覆盆煤甜甜的 所以它跟那個葡萄柚結合的蠻好的 再加上用蜂蜜去做調和 所以那個甜不會是死甜的感覺 它是一道非常夏日的飲品 因為其實我以前不愛喝汽水 就是市售的那種可樂啊 蘋果西打啊 我超級討厭喝汽水 可是這種我認識的氣泡水機 我就發現原來氣泡水 加上新鮮的水果或者是果醬 或者是果泥 它調配出來的那個汽水是非常好喝的 它不是糖漿汽水 我發現我討厭的是糖漿汽水 根本就超愛氣泡飲 所以我才會這次物童要開店的時候 我們就是研發各式各樣的氣泡飲 那氣泡飲呢 不只香油附盆煤 我們的氣泡飲呢 還要來介紹 檸檬掃黃瓜 蘋果解骨木 青梅荊棘 以及氣泡百香玫瑰可爾比斯 總共有這五款 然後再加上氣泡吸氣 像我們現在呢 就是這五杯飲料的味道 我覺得都風味各不同 我先講我自己最愛 也是非常多人被我推坑點的味道 就是這一款 檸檬小黃瓜氣泡飲 這款檸檬小黃瓜氣泡飲 其實算是我之前去紐約旅行的時候 然後我在一間餐廳喝到 就是他們的那個 cucumber sparkling water 然後那時候我喝到的時候 我真的驚為天人 因為其實歐美地區蠻流行 喝小黃瓜水 或小黃瓜飲料 因為我是不排斥小黃瓜的人 然後我不知道說他入飲料 會如此之清爽 所以我就是一喝驚豔 所以當要開店的時候 我菜單第一個說 我想要做小黃瓜的氣泡飲 然後那時候我們小黃瓜做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點boring 就喝完之後覺得 就只有小黃瓜味好像哪裡怪怪的 所以最後仙女就說 它是我們家檸檬 所以我們就加了檸檬進去 就發現 教帝結婚情色和平 他們直接變成配合 那我甚至喜歡這個味道 喜歡到我之後 有點想要把它調成香水 不是香水啦 這是空氣 那個叫什麼 香氛噴霧 因為一直有人在問我 悟童會不會做一些屬於自己的產品 會 我現在有在跟就是 香氛的品牌討論說 之後有沒有可能做成空間噴霧 那我就想要做一款 檸檬小黃瓜的這個噴霧 然後我們裡面也有這個小黃瓜片 這個小黃瓜呢 你喝完的時候 我太吃了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上來收這個飲料 然後我就看到客人這樣 就想說很烤賣 客人 客人動吃 客人動吃 接下來還是三杯飲料呢 但是氣泡飲裡面我的第二名就是 蘋果接穀木 因為我本身非常喜歡蘋果類的這個飲料 接穀木其實喝起來 我覺得有一點點微微像桂花 就因為接穀木它的花是 也是那種小小白白的那種有香味的花 我覺得它不會是一個人人接受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就是喜歡嘗鮮的人 再來的話是 青梅荊棘氣泡飲 這個青梅荊棘氣泡飲 我的靈感就是來自於 就是那時候我們在寫菜單 然後我在想說 欸什麼要調什麼要調什麼 然後那時候就是 辦公室就有人點了一杯 五十蘭的八冰綠 然後因為五十蘭的八冰綠 不就是綠茶加 荊棘再加梅子 然後我想說 八冰綠好喝 所以從八冰綠得到了一個靈感 然後我們就去調配出屬於 我們的這個飲料 就是我把綠茶換掉 換成氣泡飲 然後再去調配那個比例 然後其實仙女在裡面 加了一味百香果 就是它用百香果的味道去 抓住梅子跟荊棘的那個感 你知道就是一個 很適合把大家湊在 朋友裡面一定有那種就是 很會把大家 煮酒 煮酒 對 就是可是它又不喜歡當C味 它只是很擅長把大家揪在一起 它不算妹頭 比較算是那種就是 調和劑 把大家變得很融洽的那種朋友 百香果在這杯裡面 就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 那你要喝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攪拌 而且因為我們裡面不是只有 脆梅 我們還有一顆化梅 所以化梅跟脆梅的味道也是 不太一樣 因為化梅是比較鹹 然後脆梅是比較 有那個梅子的酸味 這樣 這一杯的味道 我覺得算是 氣泡飲裡面最甜的 好像就是它 你知道很酸的東西 其實突然我們會加甜 下去做一個混合 否則酸太濃烈的時候 它就不好喝 所以這一杯呢就是 喜歡真的酸甜的人 就可以點這一杯 最後一杯氣泡飲是 氣泡百香玫瑰可爾比斯 有玫瑰也有可爾比斯 一天就知道是我挑的 因為我非常喜歡 可爾比斯跟玫瑰 這一杯呢也是加了百香在裡面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 百香扮演著 調和和潤滑大家的角色 就如果你要調製氣泡飲 你今天覺得這個味道很不和諧 Baby你可以try看看百香 我加了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可爾比斯在裡面 也是因為我覺得這些都是偏甜 或是清爽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它的味道喝起來 就是會多一個淡淡的奶香味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喝過一個飲料 叫百香雪泡 我覺得應該很少人喝 因為這算是我家鄉那邊的早餐店 他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發明的 就是百香果加奶精 去搖出來的一款飲料 它就有一點點那個感覺 就是有奶味的百香 它的甜味也算是 跟就是青梅荊棘算是比較差不多 就都算比較甜的飲料 然後裡面的玫瑰味 只有一點點 就是微微的這樣的玫瑰味 不會很濃 就是你自己最喜歡哪一款 蘋果捷果木 你最喜歡蘋果捷果木 所以你覺得它的香氣是你愛的 我覺得那個東西真的 它的評價應該真的蠻良心的 對 因為像老公喝完 老公的評價是 像在喝香水 那應該老公不喜歡花香類的東西 我覺得它除了花香 外上太帶了一點木質 我們現在真的好像在套一個香水 還說我們接下來就出空氣噴霧 就出蘋果捷骨 欸 可以耶 它喝起來微微的像香水 應該說它的味道是 香水裡面會出現的味道 所以是一個很法式的飲料 就是一個很法國女人可以喝的飲料 whatever 反正如果你是喜歡常見的人 我真的很建議大家可以試看看這一杯 我剛剛喝了一堆冰的東西之後 我覺得我現在需要喝一點熱的東西 來稍微緩解一下 我現在點的這一杯是可可歐雷 它其實就是熱巧克力牛奶 嗯 喝熱歐雷的時候 我都會先喝它的奶泡 我覺得奶泡的口感綿密 我非常喜歡 如果你是點這種歐雷上面有奶泡的人的話 你可能拍完照要快點喝 因為奶泡隨著時間 它會慢慢的化掉變回牛奶的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的可可用的是很香濃的可可 所以它這一杯喝起來就是有濃濃的可可味 跟牛奶的溫潤滑順感 因為算是一個別的地方你也可以喝到這個味道 但是我們的就是也是好喝的 可可味是夠濃的 然後奶味也不會太強過它 那如果有乳糖不耐症的人的話 一樣就是這一杯是可以把牛奶換成燕麥奶 只是說因為植物奶比較不好打奶泡 所以它的奶泡就不會像鮮奶這麼濃這麼綿密 喔 這一杯今天對它大改觀耶 因為我平常就是沒有在愛可可 我第一次喝的時候我也是覺得好喝這樣 沒有特別愛它 可是我其實覺得可可滿濃的耶 好 這個可以 好 那下一杯呢是抹茶歐雷 那抹茶歐雷一樣就是冰的熱的都有 因為可可歐雷也是冰的熱的都有這樣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第一次喝可可歐雷我是喝冰的 冰的可可味沒有熱的這麼濃 就跟芝麻一樣 就芝麻拿鐵跟芝麻鮮奶茶 如果你點冰的跟點熱的 熱的的芝麻香會明顯很多 可可也是 那抹茶的話就是冰的熱的都可以 然後抹茶一樣它會有漂亮的簡稱 跟上面會有一層奶泡 然後抹茶粉跟玄米 那麼你拍完照之後一樣就是把它攪拌 然後你也可以先把上面的這個奶泡 這樣抹一口喝 欸 我發現不對喔 抹茶可能熱的味道也是比較濃 其實有時候有時候會冰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濃 喔 是不是舌頭在冰的時候 比較沒那麼濃 所以喝冰沙融化之後 會覺得飲料比較甜 是這個原因 它如果是用火去打出來 但如果是水融化的話 它就會變淡 喔 懂懂懂 就是在濃度不變的情況下 冰的你會感覺味道比較沒濃 溫的或熱的你會感覺味道更濃 喔 Jason真的是 冷知識小天才 抹茶拿鐵很好喝耶 它是抹茶歐雷啦 歐雷跟拿鐵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對 其實就是抹茶牛奶啦 它這個也是奶味很香濃 就是語言不一樣的 OLED是什麼語言 OLED是發文 OLED OLED OLED就是流淡 C 冷知識小天才 因為我們的抹茶粉跟可可粉 真的都是用好的 他們兩個真的很貴 而且我之前都會拿他們來 就是到處亂撒啊 學擺盤什麼的 然後撒完之後 老公就說 你知道那個很貴嗎 我就說 我不知道耶 他只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們抹茶粉 不會有那個假假的感覺 接下來這一杯是我們的 公主玫瑰拿鐵 有一次就是因為你知道我每天來 我有時候無聊就會點一杯飲料 試一下味道也算是一個抽鹼的部分 這個就是在有一天我抽鹼的時候 喝到 因為我也是之前喝冰的 然後那天我抽鹼 然後就喝熱的 我就發現熱的的味道真的很棒 所以那個玫瑰味其實不濃 可是它就會 啪啪啪啪 這樣炸上來 在你的味蕾裡面開出一朵花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會喝到那個 奶的純香感 然後跟咖啡的香味 再加上一味玫瑰去 激起那個 就是不會只是溫溫順順的過去 它會有一個玫瑰去把它這樣翻攪起來 對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但我是覺得玫瑰拿鐵 算是我所有口味拿鐵裡面最驚豔的 畫龍點金 沒錯沒錯 它就是那個金 好 就是建議大家可以喝看看 好 再來這一杯是 街古木美式 就我剛剛有講到嘛 街古木的味道是比較獨特的 所以街古木美式的味道 我也覺得偏獨特 我覺得可以跟黑糖西西里一起講 因為就我們的風味美式咖啡有四款 一款是香辰美式 黑糖西西里 幼香美式 跟街古木美式 那因為之前就是大家來喝過香辰美式的話 有一部分的人覺得太甜了 幼香美式裡面是韓國柚子 所以它也是比較偏甜的感覺 香辰美式的話就是柳橙汁 然後幼香美式的話就是柚子醬的感覺 這兩款都是比較甜的 那如果不喜歡喝甜 可是你有想要喝這種果香美式的人 那你可以試看看這一杯 黑糖西西里 因為黑糖西西里其實是一個比較經典的 就是一般來講 西西里咖啡其實很多店都有賣嘛 那我們在裡面再加了一味黑糖下去 會讓它的苦味我覺得比較有層次 因為檸檬本身會有一個檸檬的皮的那個苦的感覺 可是加了黑糖進去之後 它會有甜味提升 但是同時間它會把黑糖的那個苦味也帶進來 然後它會跟檸檬的苦兩個人揉合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一個 蠻有層次的味道 比一般的西西里再有多一個層次 所以這一杯相較於香辰美式來講 它不會那麼甜 就比較推薦給不喜歡喝那麼甜的人喝 因為香辰美式我真的說實話 我有試過把甜度調低 真的沒有那麼好喝 那這一杯的話呢 因為是檸檬 所以它本身就不會那麼甜 它的酸味會比較明顯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你是喜歡西西里人 可以試看看黑糖西西里人 但最後要介紹這個 是接骨木美式 因為接骨木我剛剛前面有講嘛 它就是花香味 那個花香味進到咖啡裡面之後 這大概跟蘋果接骨木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樣的 該怎麼辦 我自己會把它歸類在獨特 也不是我特別愛的味道 但是因為點的人還蠻不少的 基本上每天都會有人點 所以我就很好奇 然後我就喝過好幾次 它算是最不酸也最不甜 它就是一個香氣這樣子 但是小眾的東西很常會黏著度很高 對 因為現在已經開始有那個回頭課了 有人上市點了 他下次來他還是一樣點它 像獨立樂團一樣 哦對對對 可能他就是聽團仔喜歡他的風格 這樣 因為會有人來專程外帶它 所以一開始我喝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味道我不是很喜歡 然後那時候還在猶豫要不要賣 後來就是實際上就是有很多客人會買 那我就覺得OK好 那就是它是比較小眾 然後我不是HTA就這樣 接下來是 阿妞 哇我就對應員好尷尬喔 你們知道平期剖上NER的 scoldateur球嗎 是 而你 你好 阿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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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ł 阿妞 就是 紅人 攝影 阿妞 而且像 打中 然後 缺音 會在螢幕上跳舞這樣 但是這一杯飲料叫做 冰淇淑又何盲 喔對 然後其實拿到它要快點喝啦 因為它的冰淇淋其實是會融化的 因為我們就是想要讓大家有滿滿的感覺 所以我們飲料都做得比較滿一點 就是飲料比較滿的缺點就是 會微微難食用 但是拍子照來真的很漂亮 而且你們也可以吃到比較多 就想要給大家CP十高一點的感覺 如果你覺得太滿 你就喝兩口 他們兩個就會這樣 咕咕咕下去 好 反正我們會附湯匙給你吃布丁跟冰淇淋 這一道的故事就是 我們一開始要做芒果冰沙 然後我們覺得芒果冰沙太無聊 所以我們在芒果冰沙裡面 加入了韓國柚子醬 讓它變成柚子芒果冰沙 然後我又覺得柚子芒果冰沙 也有一點點無聊 那要不要加冰淇淋 然後就加了冰淇淋 好 所以它就變成柚子芒果冰沙冰淇淋 然後在想名字的時候 我們就想破頭 然後我們的冰淇淋 柚子芒果冰沙冰淇淋 然後我突然就說冰淇淋 因為冰淇淋講中文就會說 大家好 我是冰淇淋 所以我就想說 還是這個飲料造冰淇淋 然後他們就說冰淇淋不合理耶 我就說老公 你現在立刻去全聯買布丁 然後老公就先買了布丁 他們就說你是認真的嗎 我說我看起來像在開玩笑嗎 然後就把冰淇淋跟布丁加進去 我就說冰淇淋 柚子芒果冰淇淋又喝嗎 大家一定以為裡面有酒 沒有酒 老闆比較像是喝過酒以後 想出這個名字 而且我那天還有人跟我說 現在小朋友真的知道冰淇淋是誰嗎 你如果不知道冰淇淋是誰 你在下面告訴我 你不知道冰淇淋不是誰 讓我嚇一嚇 我可能真的會嚇哭 好反正anyway呢 這個飲料並不是只有搞笑 是真的很好喝 因為這個飲料已經有很多人點過 真的很好喝 尤其是我覺得 芒果冰沙加柚子 真的是一個畫龍點睛 就是那個柚子的味道 整個把芒果變得不無聊 然後呢 冰淇淋跟布丁就是一個滿足感 啊布丁我們是用統一布丁 所以很好吃 因為我本身就是非常愛吃統一布丁 這都有超級塊 推薦給大家 再來同樣是芒果冰沙 這一杯呢 就是在我們要做芒果冰沙的時候 第一個研發出來 其實就是純粹的芒果冰沙 再加上紅龍果 但是紅龍果其實沒有味道 所以這一杯喝起來 我說實話就是芒果冰沙 它叫做金芒紅龍 想完這個名字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才華已經 唉 好爛的名字喔 如果你們有想到更好的 你們可以在下面投稿 我真的覺得金芒紅龍 好爽喔 最爽的就是這個名字 但反正大概很好喝 它就是很單純的芒果冰沙啦 它的芒果味會稍微有點淡啊 因為那個紅龍果沒有味道的關係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安全的東西 你今天真的想喝冰沙 可是你又不想要喝那些味道層次太豐富的 你很適合點這個 而且因為它也是屬於拍照很漂亮的飲料 因為它上面我們有切紅龍果丁跟芒果丁給大家 所以喝它的時候呢 你會喝到冰沙本人就算了 你還會吃到水果本人 對 好 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我們的最後一杯飲料 就是 紅利青鷹 紅利青鷹這杯飲料呢 在我上一支影片其實我就有提過 但很多人可能沒有看到它本人 那其實紅利青鷹呢 它也算是我精心設計的一個飲料 我那時候嘗試了蠻多次 包含你們看到照片的這個版本 都還不是最終版本 做那杯飲料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我希望它是晚霞的感覺 是因為紫禁城嘛 那晚霞的話就是葡萄柚下去做出來的橘會是最漂亮 因為紅利 所以裡面有荔枝汁這樣子 然後還有上面有荔枝肉跟梅子這樣 那青梅就是青鷹嘛 葡萄柚加上荔枝的時候 荔枝會就不見了 葡萄柚非常強勢 它會硬生生奪走荔枝的味道 這話我調了很久 就是發現葡萄柚只能一點點 然後這樣荔枝味才會出來 可是這樣整杯就是顏色我就不喜歡了 然後呢最終版本 就是我們調了半天之後 我覺得不行 我還是希望它顏色至少要漂亮 最後呢我們就決定加玫瑰在裡面 但這個玫瑰也是加的不多 就是一點點玫瑰這樣子 就輸不出打出來 它雖然有一個很特別的效果 而且加上那個玫瑰的碎屑 打在裡面的時候 它會一點點紅紅的那個小小的點這樣子 覺得更美 然後所以最終的版本 其實是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樣子 而且呢 加玫瑰我也是起來有字 因為皇上在如意生辰的時候 送了它什麼呢 送了它病地玫瑰花簪 因為皇上說 一般人都是花開病地簾 所以比較boring 但如意是一朵玫瑰 皇上覺得就是玫瑰花多次 他就說 皇上您真是拐著花罵臣妾 皇上就說 欸 玫瑰花多次啊 可是多惹人愛啊 這樣就讓人忍不住搶摘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就加了玫瑰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很瘋 就是明明就是在做飲料 可是我就一直不斷地 在像在寫小說一樣 但whatever 反正呢 紅利情音加入了玫瑰之後 我覺得味道更完整了 非常推薦大家 因為其實也不用再推了 因為已經好多人來點紅利情音 他們已經紅利情音做到手軟 紅利情音現在已經直接 奪得冰沙冠軍寶座這樣 就是只能說 可能大家真的突然想看如意傳嗎 欸 但是它是真的很好喝 我鬧歸鬧 欸 我其實也沒有在鬧喔 我是認真的 就是我在設計這些東西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我在開玩笑 可是我是真的想要 把這個想法加在裡面 就我很不喜歡跟人家做一樣的東西 而且它的荔枝是可以吃的喔 不可以這樣吃的 美食也可以啊 我不敢吃美食 最多人吃的是葡萄柚 所以很多人沒吃一隻 有很多人不吃荔枝 可是會把那個葡萄柚吃進化 葡萄柚好吃嗎 欸 我跟你講嘛 其實我沒有在愛葡萄柚 就是葡萄柚好可怕 大家都會吃掉欸 真的喔 還是你們其實真的很愛葡萄柚 因為我發現仙女也在葡萄柚 有妳有發現嗎 她其實很喜歡用葡萄柚 好 我們開Q點點進來了耶 來吧來吧 但我右邊這位就是我們的仙女 因為其實聊到飲料 就一定要講妳 因為我們店的飲料 其實很大部分都是妳的作品 對 但是我們的 好害羞 妳是在走害羞路線的人嗎 她不是 她就是要熟了 她才會認 那好 那我們就直接切入正題 就是妳最喜歡的飲料是哪一款 我最喜歡的是 今天沒有介紹那個 種夏夜之夢 對 因為已經太多人點 我就不用再介紹 種夏夜之夢真的好熱門喔 種夏夜之夢裡面有葡萄跟什麼 烏龍茶 因為種夏夜之夢就是她的創作 它本來叫葡萄冰茶 然後我那時候喝完我也沒改它的配方 我就覺得好好喝 就直接上 只是它叫葡萄冰茶 我會覺得有點無聊 所以我才把它改叫種夏夜之夢 妳一開始蠻困擾的 我名字一直亂取 我剛剛開幕的時候 我真的看不懂客人點的是什麼 妳知道他看到種夏夜之夢 然後他心裡面在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Jason 種夏夜之夢是什麼 吃什麼東西 但現在習慣了吧 現在就什麼都知道了 所以他不吃飽也知道是什麼 對 應該說妳本來專業就是做飲料這件事情 不得不說妳的飲料很好喝欸 妳們如果覺得飲料很好喝 妳們真的是可以跟他講 他真的會心情很好 飲料很美 有很美吧 欸對 大家有覺得我們飲料很美吧 因為他那時候來 我就跟他講說 我的飲料一定要很美 因為人也美吧 我敢閃閃閃閃的這句話吧 絕美在下面加一吧 那有覺得 要做這麼多漂亮的飲料很困擾嗎 很困擾但是 困擾也很困擾 難困擾 很困擾 不是 其實我也很困擾 因為漂亮飲料就不是誰都會做 對啦 就是那個標準比較難拿捏 對 因為漂亮飲料不是把它全部搖在 所以他最喜歡做外帶 因為外帶就不用漂亮 外帶打在一起穿在盒子裡 但是看到客人的回饋很容易感動 就是大家拍照很漂亮 或者是什麼 那個客人跟你說 眼藥很美那種婚嫩感動 對 雖然說每次聽到櫃台說 一個什麼果喜 我覺得天啊 但是還是覺得蠻有品味的 就這個客人 那你覺得最有品味的客人會點什麼 我覺得藍寶堅尼蠻有品味的耶 藍寶堅尼蠻有品味的耶 真的蠻好喝的 好喝喔 太有喝了 冰茶系列的吧 因為有些飲料從名字上看不出它是什麼 然後客人就會點 對啊 雞果木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你就聽過雞果木 因為它蠻小眾的吧 雞果木 對 沒有問就直接說 喔我要點那個 我就覺得 嗯 我在喝 殺國女人 有在了 因為你知道 我們一定會一直收到負評 就是大家不喜歡 大家不滿意 是絕對不會吝嗇告訴我們的 你有什麼走心的負評嗎 或是什麼飲料沒有喝完 然後整杯這樣斷下來 你會心情感 其實我看到剩三分之一杯 我就拿過了 你說不管哪一杯嗎 不管哪一杯 會不會有可能 只是客人食量比較小 可以外帶耶 其實 欸對耶 其實喝不完可以外帶 因為我們其實也沒有喜歡浪費 因為你們喝過我 所以我們是不可能再拿來喝 那因為其實常常 我們看到你們飲料沒有喝完 我們也會很想知道原因 當然也歡迎你們跟我們說啦 但就是也不用很兇 對 我其實想講的是說 其實如果你喜歡 或是你覺得很棒 也歡迎你不吝嗇告訴我們 因為對你來說 你是飲料的創作者 其實對於創作者來講 都會希望聽到好的建議 跟開心的回饋 那不好的地方 如果它也是好的建議 那當然聽完覺得有點沮喪 你還是會去做乾淨啦 那總而言之呢 就這些就是我們店裡面 目前的飲料這樣 那如果真的 你下次來店裡面消費的時候 你還是不知道要點什麼 其實你也可以問櫃台的他們 就你可以問他們說 欸什麼飲料推薦 或者是什麼飲料裡面是什麼感覺 其實他們如果沒有說 忙到沒有空跟你講話的話 他們都會不吝嗇告訴你他們的感受 因為畢竟他們也都是 非常用心在製作這些飲料的 那就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飲料 然後就 這樣喔 再給我尷尬試試看 欸你為什麼沒有辦法面對鏡頭 我可以啊 真的我今天不知道要幹嘛 喔那那那那那 好 知道了 拜拜 哈哈哈哈 我欲甘則甘 那你以前在拍影片或直播的時候 沒有可能 我自己一個人 你就自己直播 我在自己房間 好啦 大家可以去follow Christina 不要這樣 喔不用嗎 我比較害羞 你比較害羞 我害羞 我上次了啦 好啦 那就這樣囉 好啦 喜歡這支影片 幫我記得按鈴鐺 分享 影片就記得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按鈴鐺 朋友 按鈴鐺 !? polite